本期音频要解读的是一本英文新书 直接译成中文呢 就是闪电式扩张 这本书原本是斯坦福商学院的一门课程 目的就是告诉我们 如何把自己的公司 从一个普通公司通过闪电式扩张 变成全球性的大规模公司 这个过程看似艰难 其实也是有章可循 就拿Airbnb来说 初创的时候呢 他们在欧洲遇到了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 2011年欧洲地区的竞争对手 拿到了9000万美元的投资 这是欧洲创业公司拿到的最高的一笔投资 而Airbnb自己呢 只拿到了700万美元 只有一家在洛杉矶的小办公室 全部员工只有40名 怎么办 欧洲市场还要不要了 Airbnb的创始人兼CEO布莱恩切斯基 一咬牙决定放手一搏 马上又去拉了一笔1200万美元的风头 低价买下了德国一家模仿Airbnb的小公司 以此为据点 2012年一口气在伦敦 汉堡 柏林 米兰等9大旅游城市 开设了9个办公室 通过这一番操作呀 Airbnb的网上预定量增长了10倍 2012年6月就迎来了第1000万次预定 像Airbnb这样一个从初创公司迅速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大公司 并不是稀有案例 本书就总结了很多这样的案例 而且呢给这种扩张方式起了个名字 叫闪电式扩张 这本书把公司从小到大的整个过程 类比成从部落村庄发展为城市甚至国家 一般来说呢 初创公司都只有一个小小的团队 10个人左右就像一个小村庄 而大规模公司员工动不动就上万 就像一个亡国 闪电式扩张就是要完成从村庄到亡国的发展 那么一家初创公司该怎么实现这个发展 创始人又该怎样来适应这个变化 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 这本书的主要作者李德霍夫曼 既是企业家又是投资者 曾经担任美国支付宝被保的创始董事会成员和执行副总裁 2003年合伙创办了职场社交网站领英 不仅如此 他还是Facebook的天使投资人 目前呢 他在Airbnb和微软担任董事会职务 并且投资各类创业公司 他的另外两本书 至关重要的关系和联盟 也都是纽约时报畅销书 好 介绍完作者的情况 我就来给你详细的分享书中的内容 本书主旨非常形象 就是它的标题 闪电式扩张 围绕这个主旨呢 我为你提炼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内容是 闪电式扩张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公司战略 什么样的公司才能使用这种战略 第二个重点内容是 想要在闪电扩张时少走弯路 可以借鉴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第三个重点内容是 在闪电式扩张的时候 公司的管理模式该怎么调整 好 我们先来分享 第一个重点内容 闪电式扩张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公司战略 什么样的公司才能使用这种战略 闪电式扩张呢 跟军事上的闪电战有相似之处 最关键的就是 兵贵神速 也就是说 只追求速度 能多快就多快 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一般情况下呢 扩张需要考虑效率和确定性 咱们有句俗话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说的就是 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 或者要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有十足把握的时候再出手 要的就是确定性 但是呢 闪电式扩张跟这些战略都不一样 闪电式扩张非常极端 既不要效率 也不要确定性 就是要速度 你看 这种扩张方式最大的特点 就是高风险 万一你拿着巨额投资 钱烧完了 也并没有达到扩张的效果 这对你自己的职业生涯 对整个公司 以及背后的所有投资者来说 都是一次惨烈的失败 作者呢也给这种失败 起了一个名字 叫闪电式坠落 不过一旦成功 就能获得垄断地位 得先机者得天下 这就是高风险带来的高收益 得先机者得天下 是闪电式扩张的另一大特点 以最快速度抢占先机 几乎是每一家 想发展壮大的公司 都梦寐以求的 不只是初创公司啊 就连很多大公司 为了应对变化 也必须用闪电式扩张 去应对其他的竞争者 举个我们身边的例子 腾讯公司 有了几亿QQ用户之后 还是开发了微信 其实呢 微信并不是市面上 最早的即时通讯APP 但是 微信采用了一系列 闪电式扩张的打法 比如说 微信的第一个版本 推出之后 哪怕还有很多的瑕疵 用户体验也不是很好 腾讯还是投入了 相当多的资源 助推微信的成长速度 是微信率先推出了 语音消息 摇一摇 红包等新鲜功能 正是因为推广速度快 微信在手机端的 即时通讯上 即便稍慢半步 还是抢占了最大的市场份额 成了国民级应用 不过高风险 高收益的扩张战略 并不适合所有的公司 作为公司创始人 你得明白 你的公司适合不适合 闪电式扩张 如果你只是想在一个小市场里 做出经典产品 而不追求规模 那么你就不需要 闪电式扩张 举例来说 在餐饮领域 也不是说所有的公司 都想变成麦当劳肯德基那种全球连锁 有一些高端奢侈餐饮 可能只有一家门店 一天只做一桌 只招待几位客人 但是它提供的服务 和相应的生活格调 是世界上最好的 像这种小而精的公司 就不必盲目追求扩张 也一样可以很成功 想明白这一点之后 如果你决定了 你的公司适合闪电式扩张 那么还要确定 什么时候开始实行这一战略 闪电式扩张呢 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新的市场 在这个市场里 还没有占据垄断地位的大公司 一般来说 科技变革会创造出这样一个市场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蓝海 比如YouTube的创始人就曾说 YouTube诞生于2005年 恰逢其时 因为在2006年前后 互联网基础设施终于发展起来 在线视频能流畅播放了 同时呢 智能手机的普及 也让普通人可以自己拍摄和上传视频了 这就是最好的时机 另外 经济社会发展导致人口特征发生变化 也会带来蓝海市场 比如1999年 中国的电子商务还是一片处女地 但是马云发现 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 在中国出现了 他预测到2030年 这个群体会壮大到中国人口的73% 是美国人口的三倍 所以他创办了阿里巴巴 并且呢 这一前途无量的市场 让阿里巴巴2000年拿到了2000万美元的投资 开始发展壮大 正确预估市场规模是最重要的 如果低估了市场规模 你就没有办法开始闪电式扩张 如果高估了市场规模呢 那你的扩张肯定会失败 那么怎么知道需要多大的市场呢 你可以先掂量一下自己拿到的风险投资 投资者呢会要求至少三倍回报 不可能再低了 你再根据这个最低值 去计算需要的市场规模 除了客观条件以外 还有一个主观条件 就是不断地学习和理解这些变化 发展自己的优势 开辟新市场 比如奈飞公司一开始呢 并不是做在线影视的 1997年的时候 网络条件还不足以支持在线播放 奈飞就老老实实地做DVD的订阅和邮寄服务 和那些做DVD租赁的商店竞争 在这个过程中 奈飞学会了根据用户过往记录来推荐电影 后来电影和电视的制作者不高兴了 觉得你奈飞拿我的内容轻松赚了大钱 于是大大提高了版权费 这时候呢 奈飞又开始主打原创内容 自己成立工作室 制作网剧 直接跟好莱坞竞争 在此之前 奈飞就已经尝到了根据用户记录 推荐电影带来的好处 现在他又利用用户评论 来预测哪些内容会大受欢迎 有针对性的制作内容 目前已经有好莱坞的制作人被奈飞吸引 不惜跳槽过来 证明这一做法成功了 说完闪电式扩张适合的前提条件 霍夫曼专门强调 这是一种极端战略 不可能作为公司日常运行的原则 因为扩张速度这么快 钱总是会烧完的 所以要想好 什么时候结束闪电式扩张 这里呢有四个指示数据 当这些数据出现 就说明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第一个指示数据是增长率的衰退 第二个是单位经济效益的降低 第三个是每位员工的生产效率下降 最后一个是管理费用的上升 如果出现了这些变化 那就意味着你触到了扩张的天花板 对应到现实里 这很可能因为你所在的市场已经没有潜力可挖了 这方面的一个反面教材是 Gruppen 高鹏网 相当于美国的美团网 霍夫曼在书中说 高鹏网保持了一个记录 就是扩张速度最快 高鹏从2010年初开始发展 在16个月的时间里把业务拓展到了45个国家 员工从300人增长到5000多 2011年11月就IPO融资7亿美元 市值177亿美元 但是这并没有什么用 因为它给消费者提供的廉价团购 并没有转化成再次购买的行为 虽然它有1.4亿的邮件订阅用户 但是回头客却只有1600万 这就是单位经济效益低下的表现 什么是单位经济效益呢 这是一个财务概念 经济效益很好理解 就是赚的钱嘛 那么单位又是什么呢 就是在商业模式中 你能赚到钱的最小单位 像一个产品或者一小时服务 比如服装店里卖出去的一件衣服 美甲师的一小时美甲服务 当然这个单位呢也并不是唯一的 主要是便于财务计算 怎么方便怎么来 那对于高鹏网来说 就是一名用户在团购商家的消费 大家都团购一些非常便宜的东西 只要价钱稍微提高 就不会再买 这就导致单位经济效益特别低 结果呢 在2011年9月底 高鹏网手里的现金只有2.4亿美元 却欠着商家4.7亿 还钱压力很大 如果他当初早点停止闪电式扩张 减少对商家的折扣要求 日子其实还是过得下去的 2018年9月 高鹏的股价是从IPO时的28美元 跌到了3.92美元 市值缩税了85%以上 还有一个例子是推特 在2015年 用户数量没有增长的情况下 推特还是多雇了好几百个员工 这就是危险的信号 虽然营收看上去的确还在增长 但实际上2015年之后 广告市场已经饱和 再也没有多少增长的空间了 增长率开始衰退了 推特2015年后开始裁员 也许就是为了应对闪电式扩张 留下的问题 你看 企业要是想采用闪电式扩张战略 首先得确定自己适合这个战略 然后要考察自己是否具备一些基本条件 比如目前的市场规模 将来的市场潜力 还有自己抓住时机的能力 最后不要盲目扩张 该停下来的时候就要停下 好 说完第一方面的内容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重点内容 想要在闪电扩张时少走弯路 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可以借鉴 刚才说到了闪电式扩张的前提是市场 而科技变革会创造出新的市场 新的市场并不意味着新的商业模式 市场是客观存在的 但商业模式是需要不断探索和试验的 有的公司只是利用了技术创新 其实在商业上没有成就 比如维基百科 还有让观众给电影打分的IMDB 这些网站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至今都没有赚钱 商业模式创新最重要的就是 把创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 这本书把已经被证明有效的商业模式 总结成了七种 我们熟悉的大公司或多或少 实现了其中的几种 我来为你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 数字产品比传统产品好 比如亚马逊网上书成就比实体书店好 第二 做个大平台收别人的税 就像微软的操作系统 苹果的应用商店 第三 适当的免费策略 先免费 培养了用户之后再收费 第四 做中间商 给买卖双方搭建桥梁 比如淘宝 Airbnb 第五 订阅之 这在媒体产品上很常见 现在连单机游戏都开始这么做了 玩家先付费订阅 就可以享受接下来的所有游戏更新 第六 卖虚拟产品 最典型的就是游戏道具收费 第七是 做动态内容 比如Facebook在用户页面根据算法来展示内容 这七种模式呢 看起来挺复杂的 但是实际上不管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它的盈利都来自于三个关键的增长点 采用闪电式扩张战略也需要考虑这三个增长点 好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三个增长点分别是什么 第一个增长点来自分销模式 也就是建立销售渠道 这里呢有两种方法可以借鉴 首先是利用现存的关系网络 也就是上下游商家之间的关系链条所组成的网络 就比如支付工具贝宝和电商平台eBay 霍夫曼创办贝宝的时候 eBay已经是电子商务巨头了 2000年就有了1000万注册用户 eBay呢当时有自己的支付工具 但是不好用卖家更愿意用贝宝 最后呢贝宝战胜了eBay自己的工具 利用eBay的用户关系链迅速发展起来 其次是病毒营销 这个呢是操作起来最简单 成本最低的营销手段了 也就是靠口口相传和互相推荐来增加用户 让产品的口碑就像病毒那样 极快的在人群里传播开来 这里的关键是要进入社交圈子 因为圈子里的人有共同点 消费习惯和水平都差不多 所以在朋友圈里推荐产品 效率比一般广告要高 正因为社交圈子的重要性 像领英在扩张的时候 就会使用导入联系人的方法 这个方法现在几乎所有的社交媒体都在用 第二个增长点呢来自高毛利率 毛利就是销售收入减去产品成本 前面我们说到了 数字产品比传统产品好 好在哪里呢 好就好在这个高毛利率 因为要复制一个数字产品 比如软件电子书电子唱片游戏等等 几乎是零成本 但是每一个产品赚的钱一样多 这样呢毛利率就非常高 基本上这里我们提到的所有公司 毛利率都超过了百分之六十 有的甚至能达到百分之八十 不过亚马逊是个例外 毛利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五 但是呢它还是超过了毛利率 百分之二十七的通用电器 通用电器在传统行业中 已经算是高毛利率的代表了 不过在闪电式扩张中 高毛利率并不是最值得追求的 俗话说不利多销嘛 为了抢占更大的市场规模 可以先牺牲掉毛利率 第三个增长点来自网络效应 什么是网络效应呢 简单来说就是 让自己的产品推广 像蜘蛛结网一样 把单个用户串联起来 形成规模 这样呢用户越多增长就越快 产品就越有价值 很多公司前期疯狂烧钱 就是不顾一切的扩大用户量 网络效应的关键 就是在于得到一个撬动地球的支点 比如Facebook的第一个用户 就是它的支点 它可以通过这个用户 去接触到其他的用户 先在一个小圈子里 满足用户需求 给用户创造价值 当你的大部分朋友 都在Facebook上的时候 你也就变成它的用户了 另外呢 确立行业标准 也有利可图 比如微软先推Windows系统 Windows系统赢得了 绝大多数的电脑用户后 又在系统里 自带Office办公软件 里面的Word 又只能处理Dock的文件格式 这样呢就把Windows系统的用户 都转化成了 Dock文件格式的义务推广员 其他原本不用Word的人 也没有办法 只好一起用了 这样一步一步的 把自己所有的产品 都变成行业标准 那其他竞争者 就没有活路了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这部分 闪电视扩张 能借鉴的商业模式有很多 不过呢 这些成功商业模式 有三个共同点 那就是建立渠道 提高毛利率 以及善于利用网络效应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第三个重点内容 在公司的业务和规模 急剧扩大的时候 管理者应该怎么改变管理方式 这本书啊 根据公司规模的大小 把管理方式的转变 分为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创业初期 团队就像一个家族部落 人数可能都不到十个 最多四十个 第二个阶段是村庄 几百上千人 第三个阶段是城市 第四个阶段是国家 在城市和国家阶段 员工规模就接近 甚至超过万人了 相应的 闪电视扩张就是 创始人从酋长或者村长 转变为市长或者国王的过程 创始人和公司领袖人物 就需要掌握更多的管理技巧 书中呢列举了 管理上需要注意的各种事项 我们来分享其中最重要的四点 第一要注意的是 从管理者到执行官的转变 执行官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首席执行官CEO 首席财务执行官CFO之类的高管 有人会觉得 管理者和执行官差不多 都是在做管理的事 其实并不是这样 管理者关心的是日常工作 制定计划 然后呢保证执行成功 就可以了 但是执行官是管理者的管理者 在部落阶段 很多创始人都扮演了管理者的角色 因为这时候业务不算多 管理者可以直接负责一两个部门 但是随着规模扩大 到了村庄阶段 就必须设立执行官了 大家都知道哈 员工向管理层报告 管理层向执行官报告 然而管理者可以从普通员工中直接提拔 执行官呢 却没有办法从管理层直接提拔 因为管理者只需要熟悉自己那部分业务就行 而执行官要听取几乎所有部门的汇报 从管理者到执行官的转变很艰难 有人会说了直接招聘一个不就行了吗 但是招聘到合适的人选也不简单 如果你的小公司准备闪电式扩张 从一家百年老店招个执行官来 对团队呢也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招一个独立打过闪电站的执行官 不过这样的人才真的是太稀有了 那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是 招一个跟执行官一起打过闪电站的高管 这个高管呢至少耳濡目染 也是有一定经验的 Facebook的CEO桑德伯格 就是扎克伯格2008年招进来的 桑德伯格2001年到2008年为谷歌工作 正好呢就是谷歌从十几个人扩张到四千人的时期 他正好具备闪电式扩张的经验 果然招来桑德伯格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他帮助Facebook完成了从村庄到国家的扩张历程 第二点是信息沟通方式的转变 从对话转变成广播 在部落和村庄阶段啊 管理层级很少 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呢可以一对一的对话 信息传递又快又直接 但是到了城市和国家阶段呢 这样肯定是行不通的 而开全公司大会的代价也太高了 虽然在技术层面上可以使用电话视频会议 但是这种做法的效率并不高 你在会上传达完一个命令 大家就会说 哦 然后呢 开始玩自己的手机 最好的做法是让员工有参与感 书中介绍说 很多跨国项目都会使用同一款团队协作软件 参与同一个项目的人 无论在全世界的哪个地区都能共享一个平台 而且信息传达简洁明确 这不仅能够提高团队工作的沟通效率 还能让员工专注地投入到自己的任务中去 除此之外 作为创始人还要跟员工有直接的接触机会 保证自己的心意可以到达最前线的员工 让每一个员工都能感觉被需要 维持他们的归属感 比如 RBNB创始人切斯基 就会在每周日晚上给每一名员工发一封长邮件 奈飞公司的创始人哈斯廷斯 自己都没有办公室 就在大楼办公区走来走去 保持和员工面对面的交流 第三点转变是从灵感到数据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部落和村庄阶段 公司业务规模比较小 可能会稍微做点市场分析之类的 但其实市场也没有多大 客户也没有几个 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个时候干脆就别做分析了 听从自己的直觉吧 有时候灵光一闪做出的产品 刚好就能吸引某一类的用户 不过 公司扩张到城市和国家阶段时 灵感就不管用了 因为市场大 用户多 光凭个人的智慧 难以去理解复杂的趋势 还是老老实实地收集数据吧 做市场和用户分析 根据科学可靠的结论来做决策 这也要求创始人明白 哪些数据是最重要的 把几个最重要的挑出来 并且通过数据可视化 清晰地展示给团队 让他们更好地理解 目前工作的目标 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单位经济效益 每一件产品或者每一小时的服务 收入和成本的对比 这个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判断 为了实现公司发展的预定目标 是需要增加产品和服务 还是需要提高每一单的收入 还是说降低整体的固定成本等等 这样明确下来 就会让各类工作更有针对性 第四点转变是从海盗到正规海军 很多技术出身的创始人都崇尚当年互联网的自由精神 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海盗 要挑战传统行业 初创公司实际上也跟海盗差不多 没有正规工作流程 更愿意打破常规 保持工作弹性和自由 在与大公司的竞争中 经常使出一些奇招 而不是硬碰硬 在部落阶段 这些做法的成本很低 收益会比较高 但是公司规模缩大之后 业务繁多 管理不易 建立合理的工作流程 更能节省成本 作为创始人也要有转变的觉悟 少一点在边缘试探的狼性行为 多一些社会责任感 举个优步的例子 2017年 达拉·科斯罗萨西 成了优步的新CEO 他的一大任务就是改造优步 在他上任之前 优步爆出了不少负面新闻 比如公司领导性骚扰 买通新闻记者 作假账号等等 这些都显得优步 是一个不正规的公司 科斯罗萨西决定 改造这种公司文化 他发起投票 让全体员工都来写代表公司文化的标语 并且用投票的方式来选出最合适的几条 优步之前的标语是 永远野蛮生长 投票之后变成了 赶下最大的赌注 做最正确的事 不走寻常路 我们是自己的主人 他没有改变优步企业文化中不断进取的精神 只是去掉了其中侵略性太强的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 让员工亲自参与进来 也让新的公司文化深入人心 好 总结一下这一部分 作为创始人 公司管理是必须面对的课题 尤其是执行闪电是扩张这种极端战略后 公司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管理越来越复杂 从人力资源 沟通方式到公司文化 都需要创始人不断学习 自我改变 好了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最后呢 再来简单总结一下这期音频的内容 首先我们知道了 什么是闪电式扩张 就是在不确定的市场里 以最快速度扩张的发展战略 这一战略的特点是 高风险 高收益 一旦成功 就能赢者通吃 其次 闪电式扩张需要巨大的市场和合适的商业模式 有许多已经成功的商业模式值得借鉴 这些商业模式有三个共同点 那就是建立渠道 提高毛利率 以及善于利用网络效应 最后 闪电式扩张后 创始人就像从村长变成国王 各种事物的复杂性大大上升 管理模式有四大转变 值得注意 在人力资源方面 要从管理者转变成执行官 在信息沟通上 要从对话转变成广播 在市场分析方面 要从依靠灵感 转变成依靠数据 在公司文化方面 要从海盗转变成正规军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我们下转变成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